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Zofan Dye 出产的这一套纽炭 每一只是定价在200元 在马来西亚大约是卖的10零级 那么它有6种不同的款式 大家可以看得到 6个不同的款式 另外这一只应该是有些挺长的吧 它弄到这样特别的这样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还有多美呢 总共呢它这里有 六绿蛋 那么我们一粒粒来看 这一只呢看得到半代呢 它没有把蛋的颜色分得清楚 有些时候呢它是每一个款式是一个颜色的蛋 这一次呢是有点不同 可以看得到呢 黄色有两粒 蓝色有两粒 红色有两粒 那么我们开第一粒的黄色来看看 里面呢 扭蛋都是大多都是一样啊 里面一个介绍的一个 就是说它这个系列有多少种不同的款式 其实呢它在2020年4月 可是我们大约在第五月的时候才在黄色这里拿得到 因为有一些单物呢 一些时间的单 所以我们来试了一点点 让我们看看第一粒呢 它的体积也是蛮小一下可以看到 呃 不过也是蛮极致 大家看了给大家看 这个呢 定位在这种手持圈 人造人17号 它整个造型呢 看着蛮可爱的 而且我觉得是蛮邪乐一下的 这里有一个铁链呢 是当做手持圈的用法 好 再来看别的 应该是王色弹 这个好像是桂线人特别的那只 对啦 这是所谓的这一只 特别的龟仙人 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小体积的一个手持圈 可是它在做工跟喷气那方面也不会模糊 表情也表现的蛮不错 这个龟壳 看得到它门也升了一下 再来 同样的也是龟仙人 它这个不同呢 是它的手势的不同 你看这个龟仙人呢 注意至它的裙脏那样的 所以眼镜也是有点不同 衣服也是有点不同 整个神情那方面也是做得蛮不错的 我觉得蛮Q的这个龟仙人 再来另外一个蓝色 这个是优质打的 这个是优质打的 一个跳距离的一个姿势的一个 也是样子的比较凶猛的一些 而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我是比较凶猛的一些 那个小Q的 最后两粒 最后两粒 这个 应该是悟空的爸爸 也是样子呢 是比较偏向胸猛的那种 样子的 它脚的肌肉处理也是蛮不错 虽然是奇迹小小只 可是也是蛮Q的一下 作为一个琢磁圈 而且它定价不高 每一只只是 10令吉 它觉得是蛮值得收藏的 最后一粒咯 这个系列呢 它出的全部 我觉得样子的是比较凶 除了这个龟仙人 我觉得龟仙人这一只呢 是我自己本身也会去收 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它的造型 这个悟空呢 好像有一个 手呢 就在一些气功之类的 很大 所以看得到呢 它是 没有手掌的 同样的样子 它是有胸 和体积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这可以看得到 笔子 就是蛮精致的 那么这一套呢 它定价只是在10令吉 也就是说100 200元 如果谁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赶紧去到你们附近的一些 扭蛋的店 去看看他们吗 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收藏的 如果你们扭蛋哪一只 就你们的运气吧 因为我觉得这两只 真的是蛮人错 就是危险的 好吧 这一次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啦 谢谢大家的喜欢的收看 记得 点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的新的视频 你们就会得到update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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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